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一晃2020年已经过去,2021年以悄然而至 对于全人类来说,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可以说是无比艰难的一年 因为疫情,有的朋友收入骤降,有的朋友学业无忌 更有千千万万的恋人、亲人不能相见 惊悚哥在粉丝群中和大家聊天时开玩笑说 2020年都这么艰难了,我们多谈论一些美好的事情吧 也许这样,大家会过得更好一点 既然这么说也要这么做 所以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唯美的爱情系列 那就是理查德·林克莱特导演的 被誉为最美爱情系列的《爱在三部曲》 这三部影片相隔都是9年 巧合的是豆瓣评分都是8.8分 无论是9还是8,在东方都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就当以此为大家祈福吧 希望每一位小伙伴2021年事事顺利,蒸蒸日上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爱在三部曲》第一部 《爱在黎明破晓前》 美丽的女主与帅气的男主 真实而热力地不期而遇 她们炙热的火焰只能燃烧到黎明破晓前吗 原本的你浓我浓 天亮之后难道只能行通陌路吗 影片开始 1995年夏天 在一列开往巴黎的列车上 安静的车厢里突然传出争吵声 原来是一对德国夫妻一小时吵了起来 眼看两人越吵声音越大 坐在一旁看书的法国女孩赛琳娜不胜其烦 索性拿起包坐到后排座位上 红一排的美国男青年杰西看到不失之分 青春动人的赛琳娜后 眼前一亮想上前搭讪 却又觉得唐突 一时间很是纠结 几秒钟后 那对德国夫妻去了后面车厢 赛琳娜和杰西不约而同地投去关注的目光 都为噪音的远去松了口气 然后两人相视一笑 而杰西也终于鼓起勇气 勇敢开口搭讪 她问赛琳娜 你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吗 赛琳娜说 我不懂德语 但听说随年龄的增长 一对夫妻会逐渐失去倾听的能力 譬如 男人会听不到对方的高音 女人会听不到对方的低音 这是一种相互抵制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杰西听懂了赛琳娜的意思 觉得这个女孩不知漂亮 还很有趣 于是开玩笑地说 互相听不到对方的争吵 我想这样的自然法则 应该是让夫妻白头偕老 而非自相残杀吧 赛琳娜被眼前这个 和自己年纪相当的帅气男孩逗乐了 她低下头露出迷人的微笑 片刻后那对德国夫妻又回来了 而且还在吵架 杰西趁机邀请塞琳娜 去餐车坐坐 彻底远离噪音 塞琳娜欣然答应 到了餐车后 两人互作自我介绍 塞琳娜说自己要去巴黎 因为她在巴黎读大学 杰西则说 自己在进行环欧旅行 将在维也纳下车 游览一天后就要乘机返回美国了 听说杰西已经坐了两个多星期的火车 塞琳娜好奇地问 有什么感觉吗 杰西想了想 似乎在斟酌怎样才能准确表达 最终 她说感觉很有快感 塞琳娜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会说出快感这个词 忍不住笑起来 杰西解释说 坐在车上 看窗外沿途的风景 脑海中 就会浮现出一些独特的想法 自己很享受这种感觉 两人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 却觉得什么话题 都可以和对方探讨 他们从童年聊到电影 从梦想聊到职业 甚至谈到了死亡 杰西说 小时候在花园里 用水管喷水 喷出的水雾形成了彩虹 而透过彩虹 她居然看到了 已经过世的曾祖母的笑脸 不过 当她告诉父母后 父母却说 那只是幻觉 所以从那时起 杰西就明白 包括死亡在内的很多事情 是无法解释的 塞琳娜则说 自己害怕死亡 尤其担心飞机失事 所以这次去巴黎 没有坐飞机 正当两人聊到火热时 列车到了杰西的目的地 维也纳 这对年轻男女 虽然意犹未尽 但也只好礼貌地道别 不过杰西在下车前 突然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她走到塞琳娜身边 笑着说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知道正很疯狂 但如果现在不说出来 以后肯定无法安心 塞琳娜很好奇 杰西会说什么 露出期待的神色 杰西略显紧张 极度欲言又直 但最终还是开口了 她对塞琳娜说 我想继续跟你聊天 尽管我对你无所知 但觉得我们似曾相识 塞琳娜说 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 接着杰西说 跟我下车吧 我们一起游览维也纳一天 明天早上各自离开 塞琳娜被这个提议惊呆了 不知该如何回应 看到塞琳娜犹豫不决 杰西说出了 几句诱惑的一番话 她说 设想一下 在20年后 你的婚姻已经失去了 曾经有过的活力 你开始对自己的丈夫不满 并且想起了 一生中遇到过的其他男人 就会设想 如果当年嫁给他们其中一个 生活会有怎么样的不同 而我就是其中一个男人 你可以想象 跟我下车 就好比穿梭时空 从20年后一滩死水的婚姻中 来到现在 看看自己当时错过了什么 如果发现 我无所事事 不值得倚靠 你就会很开心 因为你当初没选我 是个正确的选择 塞琳娜觉得 杰西的说法很有趣 很可爱 瞬间被说服 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下了火车 两人默默地走着 感觉和在车上时 有了很大不同 当时是萍水相逢 却能毫无顾忌地谈笑风声 现在突然有了某种联系 反而觉得有些怪 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不过随后在向当地路人问路时 塞琳娜谎称 是在维也纳都蜜月的 杰西马上配合地说 我妻子怀孕了 我们不得不结婚 经过这番默契配合 两人间的尴尬气氛 荡然无存 重新热络起来的二人 登上电车 玩起问打游戏 规则是轮流提问 对方必须如实回答 杰西很自然地 把手臂搭在塞琳娜身后的扶手上 问你第一次性体验 是什么感觉 塞琳娜坦诚相告 说是在夏令营中 因为一个游泳运动员 说为她着迷 她就投进了对方的怀抱 这时 杰西发现 塞琳娜的头发挡住了侧脸 伸出手想把头发拨到耳后 但塞琳娜刚好扭过头来 杰西迅速地缩回了手 塞琳娜没有发现 杰西的小动作 还在讲述自己的首次性经验 说在和对方发生关系后 两人约定以后要一直通行 但此后他们从未联系过 接下来轮到塞琳娜问了 她的问题是 杰西是否恋爱过 杰西说有 但随即又表示自己无法确定 因为爱是个复杂的问题 虽然曾经告诉过一些人 我爱他们 而且当时也是认真的 但其实直到现在 我也搞不懂爱究竟是什么 就这样 两人相互提问 有说有笑 越聊越投机 下了电车后 杰西和塞琳娜走进一家音像店 塞琳娜选了一张碟 两人一起去试音试试听 风从北方吹来 说爱会沿着她前行 来吧 我并非不可触及 我从未如此渴求你 听着这样的歌 他们稍稍有些紧张 因为歌词似乎描述了 他们现在这种 不确定而暧昧的关系 在试音试狭小的空间里 他们都有些矜持 总是偷偷 把热情的目光 投在对方脸上 却不敢触及对方的眼神 走出音像店 塞琳娜待杰西 去了一处无名墓园 说这里埋葬的 都是被多脑河冲伤案的无名指人 还说很喜欢这里 因为亲朋好友 如果不知道你死了 就像没有真正死去 走着走着 他忽然停下脚步 看着一块墓碑 略带伤感地说 我13岁时来过这里 墓中的女孩也是13岁 现在十年过去了 我大了十岁 而墓中人依然是13岁 生命可真是神奇啊 天色渐暗 两人登上摩天轮 俯瞰城市风景 一股暧昧的气息 开始弥漫在他们周围 两颗心 两个充满活力的身体 越靠越近 杰西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现在好像一堆恋人 是不是应该 他有些羞涩 话直说离板 塞琳娜却盯着杰西 大胆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吻我 杰西忙不迭地点头 两人随即吻在一起 摩天轮外是如花美景 摩天轮中有浓情蜜意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一番热闻后 两人相处得更加自然 在街头四处闲逛 所以谈论着各种话题 甚至聊到了婚姻 杰西说 自己的父母从未相爱 而且早已离婚 所以他对婚姻是悲观看法 塞琳娜却绕深意地问 你见过婚姻幸福的人吗 杰西思索了一下 说见过一些 但话风一转又说 那些看上去幸福的夫妻 不过是在相互敷衍 欺骗 塞琳娜表示认同 还感叹 人为什么能在谎言中生活一辈子 说原本以为 祖父和祖母的爱情 简单而真直 但后来祖母却告诉她 自己的一生 都在想着另一个男人 塞琳娜觉得 祖母就这样屈从于命运 实在太可悲了 杰西说 这很正常 因为人们一旦相互了解 就会感到失望 就会想念从前 还说人们总是将浪漫 想象的高于一切 但那根本不符合事实 塞琳娜马上调侃到 那你就是摩天伦理的浪漫先生了 还要趁日落文我 杰西听了 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岔开话题 在威亚娜的夜色下 杰西面露兴奋之色 塞琳娜面若桃花 雷人把臂同游 不识对视接吻 他们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 只要心意相通 去哪都一样 在一个露天咖啡馆 因为看首相的老夫人 注意到他们 走过来帮塞琳娜看首相 老夫人对塞琳娜说 你的心中住着一个冒险家 你很想成为一个女强人 老夫人离开后 杰西笑着说 别听她胡说 她说的都是套话 说完 还模仿老夫人的口气 为塞琳娜看首相 多得塞琳娜笑个不停 两人随后去了教堂 塞琳娜说 自己并不信教 但很喜欢来教堂 因为能感受到 教堂里充满了迷失 痛苦和内疚 塞琳娜还认为 自己的人生 像是某个老人的回忆 时常觉得 自己就是租母的倒影 杰西则说 总感觉自己 是个13岁的小男孩 始终不知道 该怎么做成年人 塞琳娜听后 又开起玩笑 说在摩天轮上 就是一个老夫人 问了一个小男孩啊 走出教堂后 杰西和塞琳娜 来到多瑙河边散步 你弄我弄的两人 总是不缺少话题 他们想象着 如果塞琳娜 当初没下火车 各自又是 怎样的一番情景 越聊越开心 越聊情越浓 和别的一位流浪诗人 还为他们做了首 唯美的诗 塞琳娜和杰西 都很喜欢这首诗 接着 两人去了一家酒吧 在灰暗的灯光下 他们敞开心扉 开始聊之前 一直默契地回避的话题 也就是各自的情感状况 塞琳娜说 六个月前 和前男友分手 现在看那个人 简直一无是处 愚蠢 粗鲁 酗酒 但分手后 她却陷入了低谷 甚至想杀了她 还因此去看了心理医生 不过她很快 就彻底忘了前男友 所以塞琳娜觉得 有些奇怪 为什么人们 会为不那么喜欢的人困惑呢 杰西也终于说出了 自己此次出行的真正原因 原来她攒了一笔钱 千里迢迢赶到马德里 找钱女友复合 但对方一直躲着她 最终她只能黯然离开 说到这里 杰西自嘲地说 分手后最糟糕的就是 你觉得你和她都很痛苦 但其实对方 很高兴和你分手 根本没把你当回事 出了酒吧 杰西和塞琳娜 又开始探讨 男人女人的话题 他们谈到了 男女对性的不同态度 塞琳娜认为 女权主义 可能是由男人提出的 毕竟女人解放了思想 解放了身体 男人就有了更多机会 塞琳娜还感慨地说 自己一直都想做一个 独立的女强人 不想过以男人为中心的人生 但是爱一个人和被爱 对她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人们所做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爱吗 杰西也谈论心声 说有时会想要做一个 好丈夫好父亲 但更多时候 却会觉得 这种想法很愚蠢 会毁掉自己的生活 这不是因为自己恐惧承诺 或者没有关怀与爱的能力 而是因为她想知道 比起维系一份良好的关系 我还能够做些什么 塞琳娜听了后顿了顿 说我曾经为一个老人工作 有一次她告诉我 她这一生 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视野上 52岁时才突然发现 从没为自己做过任何事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要哭了 这个话题似乎过于沉重 两人都渐渐陷入沉默 片刻后 塞琳娜继续说 如果这个世上 有什么奇迹的话 我相信一定是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即使我知道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也要不断尝试 杰琳娜看着塞琳娜 露出欣赏的神情 接着 人人来到一家餐厅 用假装给朋友打电话的方式 互诉衷肠 像眼前这个 让自己心动的人表白 塞琳娜假装给闺蜜打电话 说我在车上 认识了一个美国人 和她在维也纳下车了 杰琳扮演闺蜜 压地声音说 你疯了吗 塞琳娜说 在火车上聊了一阵后 我就想跟她一起下车 在火车上 她说小时候 曾见过曾祖母的鬼魂 我就是那时 被她流露出来的天真和童趣吸引的 她有漂亮的蓝眼睛 粉红色的嘴唇 喜欢偷偷看我 接吻时像个青涩的少年 非常可爱 对着她 我情难自禁 不过 我担心她害怕我 因为我说了 我想杀死前男友的故事 也许她会认为 我是个歹毒的女人 但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 我唯一能伤害的人 只有自己 假扮闺蜜的杰琳安慰道 我不认为她会怕你 我猜她对你很着迷 你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塞琳娜想了想 说我们还没有提过这个话题 接下来 两人互换角色 轮到杰西装模作样的 打电话给朋友 杰西说 前女友把我甩了 我不想马上回家 因为不想碰到熟人 只想变成 完全不为人知的游魂 但在欧洲的最后一晚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有句老话说 我们是对方的魔鬼和天使 这个女孩 无疑就是我的天使 让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很聪明 漂亮 充满激情 我在她面前很没有信心 觉得自己说的话都很蠢 假扮杰西的朋友塞琳娜说 我不这么认为 她不会因为这个对你有成见 而且我觉得 她是有意坐在你旁边的 你们男人太蠢了 一点也不了解女人 一番表白后 两人更加了解了对方的心意 他们来到天桥上 再次深情拥吻 这一刻 时间仿佛只属于他们 杰西和塞琳娜觉得 彼此的相遇好像童话 好像是正处在梦境中 但是 黎明到来后呢 塞琳娜忍不住问 天亮之后 我们就会回到现实 对不对 面对这个问题 杰西给不出答案 一丝伤感 却悄悄爬上了心头 两人随后登上邮轮 夜观卫也那 眼看黎明越来越近 塞琳娜又一次提起 回到现实的问题 她沮丧地说 过了明天 我们也许 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杰西无言以对 接着 塞琳娜强言欢笑 说我们应该以成年人的理性 来对待这件事 譬如交换通信地址 不过杰西表示 不喜欢这种方式 因为在人们交换电话 和通信地址后 总是只有一两封信 一两通电话 随后就不再联系 这样反而 会破坏彼此的关系 短暂沉默后 杰西说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 关系应该永远保持呢 就算今晚 是我们节用的一晚也不错 于是 两个人决定以后不再联系 只管过好今晚 杰西紧紧握住塞琳娜的手 露出炙热的眼神 情真意切地说 献给今晚和余下的时间 塞琳娜笑了起来 不过笑容 明显有些僵硬 很显然 她的内心已经涌起 一缕缕伤感 雷儿随后去了一家酒吧 杰西指着 坐在不远处的塞琳娜 对酒宝说 今晚是我和那个女孩 在一起的唯一一个夜晚 她想要瓶红酒 但问题是 我现在没钱 希望你收一瓶酒给我 以后 我会把酒钱寄给你 趁酒宝不注意 塞琳娜悄悄把两个酒杯 塞进了杯包里 酒宝则很爽快地 给了杰西一瓶红酒 还送上祝福 为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 杰西和塞琳娜 躺在草地上 喝着红酒 看着朦胧的月光 塞琳娜说 美妙的时刻 就应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明白 这个夜晚 对我的一生 有多么重要 杰西坏笑着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更进一步 塞琳娜笑道 那我们成年的理性 和决定怎么办 杰西坦言 我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我们一直在一起 你会开始讨厌 我的坏习惯 话音刚落 塞琳娜主动索吻 两人深深吻在一起 滚烫的嘴唇 和醉人的气息 让塞琳娜情迷一乱 但她随即清醒过来 坐起身 一脸痛苦地说 虽然我很想 但我们不应该发生关系 因为以后 我们都不会再见面 而发生了关系 我就会猜想 你和谁在一起 会无休止地想念 没办法 这是女人的天性 我没法控制 杰西说 我们以后可以再见面 塞琳娜却摇了摇头说 我不希望你 为了能和我 发生亲密关系 而破坏我们的约定 男人不都是想 邂逅一位美丽的法国女郎 一夜缠绵后 永不再见吗 变成你以后炫耀的资本 说完这些 内心矛盾的塞琳娜却问杰西 你想不想再见到我 杰西语气坚定地说 如果让我选择 永不见你还是娶你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娶你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浪漫过头吧 但在现实中 很多人会为了 比这更少的理由结婚 塞琳娜马上回应道 事实上 刚下火车时 我就决定和你有亲密关系了 可是 在聊了这么多之后 我居然又不确定了 最后 塞琳娜自嘲地说 我们为什么 要把这件事情 想得那么复杂呢 说完 主动以杰西 甜蜜地吻在里齐 于是两人不再纠结 不再考虑以后 是否相见 就在这翠绿的草地上 有了最美妙的一个夜晚 一夜缠遍后 杰西和塞琳娜 手牵手 在清晨安静的街头漫步 杰西苦恼地说 真该死 我没有回到现实中了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 有人在弹琴 杰西随即拉着塞琳娜 跳起舞来 看着塞琳娜清纯的面容 杰西动情地说 我要永远记住你 和这里的一切 两人深情相望 似乎要通过眼睛 去感受对方心灵深处的 那一汪柔情 都想将此情此景 刻在心里 还要刻上彼此的样子 空旷的广场上 塞琳娜躺在杰西的腿上 两人望着天空的浮云 在杰西朗诵了一首诗歌后 塞琳娜说 你说过 你对夫妻在结婚几年后 就会对彼此厌恶 因为他们太了解彼此 她是厌倦对方的恶习 可我觉得恰恰相反 我完全了解一个人后 就会彻底爱上她 我会想她怎么梳头发 穿哪件衬衫 明天做些什么 我会爱上她的举手投足 一拼一笑 我认为 那是爱一个人最真实的境界 杰西明白塞琳娜的意思 她紧紧搂着心爱的女孩 享受最后相处的时刻 真正的离别即将来临 杰西和塞琳娜匆匆来到火车站 终于要面对这一刻了 他们望着对方的眼睛 百感交集 从此以后 对美好的眷恋 对分别的悲伤都无法言表 唯有热烈的拥吻 表达最后的爱意 拥抱在情终究还要分开 不过 他们却是在放不下对方 杰西顾不得此前的约定 发疯似的说 我才不要不再见面呢 我不愿意 塞琳娜也激动的说 我也不愿意 最后 他们约定半年后 在这里的9号站台见面 在此期间 不打电话也不写信 两人无比兴奋 满脸笑容 向对方承诺 一定会首约前来 在此热吻后 他们带着对当下的不舍 和对未来的期待 踏上了各自的路 就此散落人间 唯一联系两个人的 只有那瞬间迸发的热情 和半年之约 静静的维也纳 也在等待着 杰西和塞里纳的重逢 无名公墓里 他们曾感叹 年华匆匆逝去 摩天轮上 他们曾深情拥吻 他们曾在午夜的街头 携手同游 他们曾在草坪上 情意绵绵 但一切的美好 终归要散去 他们还是要踏上各自的旅途 怀着对那一夜甜蜜的回味 怀着对半年之月的期待 电影结束 这是一个 有着几分伤感 又带着几分期许的爱情故事 整部片子 唯美浪漫 自然又无比真实 一切发生的 都那么流畅 又令人羡慕 不断变换的场景 不变得是暧昧见浓 各种话题的深入探讨 又无不值得细细品味 最喜欢两个人打电话的桥段 纯真又自然 他说喜欢他蓝色的眼眸 和粉丝的嘴唇 他说他美若天心 此刻似乎满屏幕 都飘满了小星星 两人甜蜜到无以复加 最伤感的是 再甜蜜的偶遇 总归要回到现实 惧怕现实中的林林总总 破坏了这份甜蜜的他们 约定六个月后再相见 童话般的开局 是否真正能迎来幸福的结局 亦或是 只能为过眼云烟 花卫全开月未圆 下期 爱在日落还昏时 为您揭晓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